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香港新盤的成交量 其實在過去四年 那個成交量大概是2018年 是15,000宗左右 2019年是18,000宗左右 2020年是14,000多宗 現在到11月也有16,100多宗 即是說今年有機會是17,000宗 或者是18,000宗左右 成交金額由2018年的2,200億 跌到2020年的1,600億 現在又上升到2,145億 即是說最不好的時候 應該是2020年疫情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成交和成交金額 都是最低的 那現在每一個新盤的成交單位 平均數值就是1,300萬 那1,300萬呢 就說應該是2房至3房的那個成交價格 那即是可能2房大概是1,000頭 那3房就1,000宗 那你拉勻條數就是1,300萬左右 那沒得好說 即是我經常都說 我說數字呢就騙不到人 那經常說就說 內地的人買貴了樓 現在是封關的時候 成交是多了 跟著就那個 金額單價是高了 證明就是香港 錢是太多了 QE的力量是非常之高 那有很多人都是說這些數字都是假的 是騙人的 即是說有2,100多億成交的那些 都是騙人的 那買樓的那些永遠是傻人 那2,100多億 那1萬6,100多宗買的人都是傻人 就是說那些傻人是會用 千多萬證明自己傻 證明自己瘋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事實 那你自己要反思去想 那坊間有看淡一定有市場 即是暢淡10年 錯了10年 他都是有的市場 因為有他們的擁等 那我這些硬好 或者是看的看的比較蠢的人 因為我只看到他QE印錢 就來印到多幾個零的時候 那實質資產印不到的 這些就會上 為什麼美股會上 為什麼NFT會上 就是因為印得錢多 今天想說的新盤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